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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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各位祝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白板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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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昨天讲到 讲到这里 无有恐怖 那一般来说 就是能够远离生死的恐怖 但是 《波罗经》里面 另外讲到一个所谓的不畏 恐怖 不惊不畏不恐不不不 那么这个 有时候是说到 众生对于性空 就是一切法必尽空 一切法无所有 那么 产生这样的恐怖 来自于 这个部派 那么听到这样 《波罗经》在强调的 无所得 就是一切法空 这样的一个观念 也会产生恐怖 这种部位是来自于无我 那一部分是我见 我们叫做我执 一部分是法执 这个大制作论里面 也有引用到这个 我们再来讲 就接着昨天的讲 把这个部位 就是无有恐怖这个 他说 大制作论见96 包括佛教 波罗经 都是在厘清 世间人一些错误的观念 那么这个是最重要的 就是说 你要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 你必须把你原本的一些错误的观念 跟错误的行为先改过来 如果你这个观念没有先改过来 那么其实你很难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 所以佛陀一开始 对于这个吴比丘 先讲中道 因为他认为 受到当时 当时的社会 修沙门的观念都是这样 就是苦行就是修行 你不修苦行 你就是不修行 不修行你就不能得解脱 你这个观念如果没有先去除 你一直以为 修行就是要吃苦 吃苦就了苦 那么吃苦就得解脱 所以他看到释迦摩尼佛不修苦行 他就以为释迦摩尼佛放弃修行 殊不知 释迦摩尼佛之所以放弃苦行 正是为了要修行 那么我们现在在佛教界也有一些 习以为常 我们认为是在修行的观念跟行为 那么如果我们回到2500年前 或是说释迦摩尼佛 再来到2500年后的现在 他会告诉你什么 什么是真正的佛法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 凡跟圣最大的差别 正在波罗经是用无所得 那无所得我们讲我执跟法执 那么这一些有时候我们会概念化 就比较不容易清楚 就是说那我执就法执 就对我们来讲 跟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这些观念跟行为 好像没有关系 那不过就是我执法执 断我执断法执 就这样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 那么我们学习的佛法 当中有没有法执 我们执着的这一些 我们的佛法当中的这些法执 是不是我们以为 他带领我们得到佛法的功德 但是其实他反而在障碍 我们得到佛法的功德 你有没有好好想想这个 那为什么 我们今天不是要来翻2500年前的那些人 甚至波罗经是2000年前的 佛灭后500年后的吗 那么我们不是来算2000年前 就是波罗经是2000年前的 佛是2500年前的 我们不是一一来指明 2500年前的修行人有哪些错 2000年前的佛教徒有哪些错 今天我们之所以 来了解这一些 正是要了解2500年后的 我们佛教徒有哪一些是错的 那么你怎么知道是错的 从2500年前的这一些沙门 那当时还没有佛教徒吗 他怎么指出当时 这一些修行界所谓沙门 婆罗门的错误 观念上的错误偏差的行为 包括他认为 婆罗门认为横河是圣水 那么在横河中 祈祷沐浴就能够除罪 他认为 这个废陀是天启 那么这个犯天具有绝对的能力 你只要向犯天祈祷 你就可以获得幸福 但是佛陀很明确告诉他 这些是大家习以为常的 其实我说 我们佛教徒其实也 现在大部分的佛教徒 脱离不了 脱离不了婆罗门的三大纲领 废陀天气 婆罗门至上 那么祭祀万能 透过祭祀可以解决的一些问题 有一点像我们法会 其实他们也一样 规定很好 种种的仪轨 这个要这样做 那个要这样做 那你把这个仪轨做完了 把这个法会做完了 你就得到废陀的功德 就是得到这些功德 那么你天天这样做 天天这样做 你一生就累积了功德 现在的佛教徒也都是这种观念 佛陀 出生在那个时代 他怎么样 去点破这一些人的错误 举个例来讲 他说 你天天向这些天神祈祷 持守那些咒语 咒语我们后面会收 咒语的问题也蛮多的 而且咒语已经成为佛教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深深的烙印在 我们的心里面 好像 就是说 他已经变成佛法的一部分了 包括像我们法会一样 所以 灰头天起 这个经本身有神圣性 所以有拜经的 有赐学写经的 当然这一些也不是说都没有作用 但是把那个经的那个观念 把经的作用变成 经本身有神圣性 你礼拜他 你把他拿起来供奉 那么甚至你只念他的经名 他就具有很大的神圣性 那么甚至 你这些经只要带在身上 那么他就能够保平安 那也有人用放人员作 这是放什么经 那一样 都是这种观念 都是灰头天起的观念 那车里面挂了一个 浦门瓶 然后挂了一个金刚经 那么他就能够保平安 里面住的很多金刚神 在你危险的时候 随时会跳出来 帮你挡住车祸 那么这种观念 其实都不是佛法的观念 灰头天起的观念 婆罗门智商 这个神跟人之间 有一个媒介叫做婆罗门 所以你透过婆罗门 为你诵经 你就可以从神那边 获得功德 你自己送还没有 那么越有权威的婆罗门 送出来的功德越大 好像这个饭店 他有一百万伏特的店 那中间经过这个婆罗门 他导电力越高 他传送给你的电力越强 你这边是一个灯泡 那么你这个不同的婆罗门 传出来的电力是不一样 我们现在也是这样 那么请法师诵经 请越多的法师诵经 你就越发光 那么帮你消灾 帮你回向 那这边你就捐一点钱 捐一点牛奶 那婆罗门那边也是一样 供养这个婆罗门吃的穿的用的 然后给他一点钱 那么他帮你诵经 那从神那边得到好处 这个都是当时印度那一些修行人 他分成在家跟出家 在家就是婆罗门 出家就是沙门 那沙门有另外一套错误 那佛陀看见了这一些 他思维 思考 真的是这样吗 我常常认为 佛法最重要的就是 启发思考 你要去想 这样对吗 这样有意义吗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不是否定一切的 华语论者 不是 我们是要实事求是的 所以佛教 他叫做真现实 就是他是实事求是的 这样就是这样 不是这样就不是这样 你不能够因为他权威 你就相信他 不能够因为从古代到现代都这样 你就相信他 也不能够因为大家都这样做 所以这样做肯定是对的 你就相信他 不是的 我之所以相信他 除了来自于这些知识之外 他是有逻辑的 就是他是有道理的 而且真的这样做 就好像 他是可以验证的 比如说受苦行而死就解脱 不能验证 因为是死后才知道 哪里去验证 死后才知道有没有解脱 没有办法验证 死后才知道有没有升天 你把那个升天的人 你把那个死掉的人 先让他 叫他在佛上来告诉你 他有没有升天 这是没办法的 或是让那个升天的人 回来告诉你 这个不知道的 那佛法解脱 是不是死后才验证 没有 解脱不是死后解脱的 释迦摩尼佛成佛的时候 三十五岁还没有死 这年轻他告诉你这个是解脱 他不是死后才解脱的 不是死后升天的 不是当然你升天是时候 但是有一些是你修行成就之后 你有天眼你就看见这些天人 那么他是怎么去的 他是怎么升到天上去的 你有这一些智慧 你了解 你了解了夜报的道理 你知道 人之所以能升天 不是因为他透过对神的祈祷 而是他修行他的十善业 所以佛陀就告诉当时那一些 一般人的 一般世间的人 你想想你天天这样祈祷 你认为你就可以升天 你透过你对于这一些神的奉献 你就因为可以得到神的加持联名 你可以升天 佛陀说假设是这样 你想想 天天很浅浅的念 你在河里 那么有一个石头掉下去 你天天在那边念 浮起来浮起来浮起来 石头不会浮起来 为什么 因为石头它的密度大于水 所以它会沉下去 即使是这么小颗的石头 它都不会浮起来 如果河里面是一个木头 非常的大 但是你很多人都在旁边诅咒它 沉下去沉下去沉下去 它也不会沉下去 为什么 木头会浮在水面上 假设你有本身造善业 任何人 透过对你的诅咒都不能让你下三二道 假设你本身造了恶业 任何人透过对你的回向 你都不能不剁下二道 三二道 这个是一个道理 这个是一个道理 所以我昨天才会讲 最重要的是你生前做些什么 不是死后人家帮你做什么 你必须要为你的未来做准备 你可以预定 预冤你未来要是什么样的人 你可以预冤 你可以定做你未来要是什么样的人 你要做一个 你要做一个身体 假设你这一生体弱多病 你要做未来是你希望做一个健康长寿的人 你不是天天拜药师佛点药师灯 不是 你要做什么 不杀生还要什么 护生 持心护生 你要断绝撑心 不杀生 不伤生害命 你就不会短命多病 这个是一个道理 这个是佛说的道理 佛只告诉你 你杀生 他讲因果 佛法就是讲因果两个字而已 如是因如是果 缘起就是因果 因为有这个因才有这样的果 持有 故 彼有 你不想有这个因 你必须除去这样的 你不想有这样的苦果 你必须除去这样的苦因 此无故 彼无 他就是讲这个道理而已 你现在不去理解这个道理 天天求佛拜佛念佛 希望你要远离苦果 假设你在求佛拜佛念佛的当下 你起忏悔心 没有时间去造恶悦 那还可以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间你都在念佛拜佛求佛 你没有造恶悦的心 那还可以免于 免于你不造恶悦 但是你过去已经造作的恶悦 因为没有忏悔 假设他成熟依然要受报 他并不会因为你念佛拜佛特别虔诚 你过去所造的恶悦一笔勾 没有 没有 佛陀有三不能 不能灭定业 灭定业就是 他没有办法消除你已经成熟的业 包括善业跟恶业 你如果已经成熟了 他就不能不受报 所以佛弟子最重要的就是 让已经还没成熟的恶业 不成熟 怎么样不成熟 不相续就不成熟 假设你有杀业 你现在开始听了佛法之后 起慈悲心 起怅悔心 不造作杀业 那么那些异业虽然存在 不会成熟 不会成熟 也因为这样 也因为这样 央觉摩罗才可以解脱 他如果最后一个把他母亲杀了 他就不能解脱了 为什么 重罪啊 杀母啊 那他在杀母亲之前 佛头出现的制止他 因为他有过去的善根成熟 那么这一世的恶业不成熟 所以他可以解脱 那我们学习佛法最重要也是这样 那你说 我又不是那么厉害 我怎么知道我过去造作什么业业 这也很简单 我们从过去生带来的 就是三种 一种叫做意愿 它有时候会呈现出来 比如说 比如说 举个例来讲 我学习佛法之后 我相信因果之后 那么 我反省我自己 为什么出生这么一个贫穷悲贱的家庭 为什么受了那么多贫穷悲贱的苦 那么 来自于什么 佛法来讲就两种而已 要不是偷盗 就是什么 迁滩 不是嘛 偷盗 那么损害别人的 所以你这一生 他就比较贫穷悲贱 好 那么这个是佛法讲的道理 那你认知了之后 你要干什么 你就是改变 改变你迁滩的习惯 反省 有没有迁滩的习惯 确实有 那种习惯会保留的 你就是你会把夜带过来 光斑带不去 只有夜随身 他会带过来的 带过来就是你现在的果报身 那么这种有时候 他三十年后才会显现 因为你前半身是善业 后半身是恶业显现 前半身是你的善业成熟 后半身可能恶业 有的人一生都是善业 像天脸就一生都善业 那么他要到灵命中 他才知道他会跺哪里 那个是他善业已经受罢完了 他开始要受恶业 那人就不一定 人是善业 有些一生都在受苦 有些一生有苦乐 有些一生乐比较多苦比较少 你是像韦提西 韦提西也是到晚年 才开始受苦的啊 前半身都是享福的啊 那么我们说过 佛法最重要先是在 纠正你偏差的观念 那这个我们不是去检讨 两千五百年前的人 或是两千年前的人 波罗经是两千年前的人嘛 他们有哪些错 有哪些错 有哪些错 不是 历史是一个禁止 那么你从这些里面 反思我现在对佛法有哪些误解 我现在的所谓修行有哪一些错误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说过 你可以定做 像我们觉得 我们做这个苦 那肯定有原因 肯定我们不是无因论者 没有原因的 妇然那就是无因论者 你之所以受苦没有原因的 你之所以解脱也没有原因的 佛法是有因有缘 世间极 有因有缘 痛苦会出现 有因有缘 痛苦会消失 你说是啊 我天天诵经 我天天念咒 痛苦就消失啊 念佛就是因啊 痛苦消失就是果啊 也对也不对 但不完全是 你这样念佛 你没有解决问题 很简单嘛 很简单嘛 你现在肚子饿 肚子饿是果嘛 你说我念佛肚子就饱 你念看看 你不用吃饭 念看看会不会饱 那个因不是这个因 就算你不失都不能 都不能弥补杀生的因 杀生必须要什么 护生 必须要持心 那么偷盗就必须要什么 要不失 要寻求不失 要舍千贪 要有这个的因 来对质那样的果 你不能什么病都用一个药医 一样的道理啊 你的这个业 你的这个苦 是什么样的苦 你必须怎么样的方法对质 所以种种的法 除种种的烦恼 去种种的病 其实是这样 所以叫做对症下药 佛法其实也是这样 种种的心 种种的烦恼 种种的业 才受种种的苦 你要一一清楚 了解了之后 好 我们知道比如说 我为什么这样的贫穷悲见 好 前谈或偷盗 那么第一个 先让现在的自己 不犯偷盗 那么千贪要舍没那么容易 要训练 佛书里面有讲 先训练 把右手的东西拿给左手 还是你的啊 但是千贪习惯的人 他会计较嘛 为什么我右手的东西 要给左手 左手不会自己去拿吗 为什么右手拿给他 他还是会计较 然后慢慢慢慢 把那个草 一根草而已 草也是你 拔的吗 没有用 左手不会自己去拔吗 然后慢慢慢慢 一根草而已 给慢慢慢慢 价值的东西 然后开始给别人 那么一样的道理 训练 慢慢训练 训练久了 那个养成习惯 好 那么 你开始就会怎么样 你如果不要过贫穷 悲贱的 那么你就开始 要做这些法 要行持这些法 那一开始 那个习惯性很强 一开始转不过来 所以需要发愿 为什么要发愿 没有发愿就做不到嘛 发愿 所以要发愿 其实我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我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后发现真的是这样子 慢慢慢慢 你的那个 那个习惯性 那个不好的习惯性 就慢慢变成另外一个习惯了 就好像你本来用左手用习惯 后来训练 用左手用右手 右手后来又变习惯了 其实是这样 那你如果说好 我发愿 我未来是 要得一个 长寿健康的身体 为什么 就算我很会赚钱 我多数的钱都花在 医院 吃药 都是赚钱给养医生 那么有没有用 没有用 那养医生也算了 多住时间要跑医院 那有一些赚很多钱 一下子就没有了 那有一些活得够长 但多数都在医院 好 我不要过这样的生活 我要过健康长寿的生活 那要怎么办 就是要持心 尽量减少自己的称心 要护身 救护生命 不要伤身害命 那么这一次 假设没有果报还没成熟的 不会再成熟 已经成熟的 你也安心受报 不会再造新的业 不会再造新的业 你没有抱怨 你安心受报 那么你起禅贵心 不会起称赞心 不会抱怨 这样旧月消掉 新月不来 你就可以从这个束缚里面得解脱 所以戒叫做解脱 波罗提木叉叫做别别解脱 你持这条戒 你就从这条戒里面得解脱 你持不杀身戒 你就从短命多病里面得解脱 你持不偷盗戒 你就从贫穷悲贱得解脱 你持不邪淫戒 你就从眷属斗乱得解脱 家庭斗乱 就从这一些得解脱 那么你持一条戒 你就从一个不好的果报里面得解脱 你持五戒 你就从三恶道里面得解脱 那么这个是佛陀教我们的道理 那我们不是 也不晓得自己造了什么罪 只知道自己受苦 那么一生都是业障 那也不晓得怎么消除 那么就诵经拜佛拜灿 这边发会那边发会 那么跟着那个出家比较久的师父 跟着那个唱得很好听的师父 跟着那个看起来很庄严的师父 那么那么多师父 一同帮你加持 你的罪就消了 你是这样在修行的 婆罗门 你是一个婆罗门 你还以为你是佛弟子 不是 婆罗门才这样修行啊 现在的宗教基本上 不管是基督教回教都是这样 靠那个神 念诵那个神 祈求神的加持 怜悯 基督教也是这样啊 让耶稣悲你的罪啊 佛陀不悲你的罪 悲不了 如果可以 他可以悲 但是悲不了 佛陀也没办法 把他修行的功德 赐给你 天是良缘 天是什么 天官是福 福报什么赐给你 没办法 佛陀也没有办法把福报赐给你 没办法就是没办法 佛陀只告诉你 你的苦是怎么来的 你想要的幸福是怎么来的 你必须要怎么做 你可以得到这样的幸福 可以远离这样的痛苦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佛教徒应该要 就是很难得 我们讲人生难得 确实是 这讲过了 应该是扎喊四四恶经的样子 那么如大地土 如爪上土 很殊胜 那么能够遇到佛法 那更少 得人生再遇到佛法 更少 但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可惜的 你遇到佛法 却不知道真正的佛法 所以圣灵法师讲过一句话 让我也感动很深 佛法这么好 知道的人这么少 你说我知道啊 我知道啊 我读过普文凭 读过地藏经啊 读过药师经啊 我天天在诵经啊 你天天诵经 但是你不知道佛法 好好想这个问题 那么如果你把这个弄清楚了 我告诉你 你真的是佛陀掌心上的土 不是佛陀加持你的 是你自己得成就的 那我们说过 我们之所以要解决 就是包括无我 都是要厘清那一些错误的观念 婆罗门认为 有一个真我 你修行见到真我 你修行见到真我 那么这个真我是从放我那一边来的 那么放跟我合一 放我跟真我合一 你就得解脱 那么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你这个观念没有改变 虽然你很虔诚 努力去观无我 你观到的无我还是有我 那么这个后来就变成罚我 你看他就是在解决问题的啊 那我们解决了2500年前的问题 解决了2000年前的问题 我们不知道自己的问题 那个也是很麻烦 不知道我们现在到底是什么问题 你如果很简单 你就是观察自己 你观察自己就好 像我当时 开语学佛的时候 观察自己 我为什么 为什么人家是这样 我是这样 人家那么好 我那么不好 那我很会读书 为什么 我读不了书 我读到国中毕业就不能读 要去做工做小工啦 可是我很会读书啊 那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我有读书的能力 没有读书的命呢 也许以前障碍的人就会怎么样 好 就是帮助 所以我有能力的时候 都帮助很多人读书 如果你要读书 我帮助你 那么开始认为 我们贫穷 开始舍千单 发愿 我要做这件事 你如果 你如果有需要 我帮助你 我看见你有需要 我就 我就主动帮助你 那么 那么你一定要做这些事 慢慢做慢慢做 就好像 那你如果说 那为什么人家一读就懂 我怎么读 怎么读都读不懂 你发愿 发愿 经常读 经常文 经常诗 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读书 那么这些 它就是个缘 那么可以改变你过去的业 所以菩萨为什么要发愿 为什么要诗经 叫你发十二大愿 为什么法战比丘 叫你发十八大愿 改变 改变 改变要从新的观念的改变开始 这个才是重点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为什么要发菩提心 你真发菩提心 你就跟佛有缘 你跟佛有缘 因为你的心跟佛的心是一样的 再来修菩萨道 因为佛也是这么说修的 那么你跟佛的缘就更深了 其实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那你说我不行我不能 你可以 你决定可以 为什么 你是佛手上的那一把土 其他的人 单单被佛踏在脚下 成为佛脚底踏的土都不可能 你还是佛爪上的土 你有什么不可能的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把佛法认识清楚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了解这个因果 那么了解我们现在到底在修什么 那么努力一步一步 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的 之所以我要发愿就是 这件事情 不是做不到 但没有那么快做到 你怕你半土而废 一开始是果足不前 想修但又觉得自己做不了 做了开始感到困难 就会不想做 要不是果足不前 就是半土而会 要不然就是不能坚持到最后 功亏一篑 常常我看到很多 不管在家出家都有这种情形 果足不前的最多 想踏出去踏不出去 总觉得以后再修 以后再做 以后再改 你哪有那么多以后 失人生者如大地土 得人生者如爪上土 你现在不用 现在得人生 温佛法的机会 你现在觉得以后 那你以后不一定得人生 不一定 因为佛法在你面前 你看了他一眼 你就不看 你跟他没缘 你跟他没缘嘛 你跟佛法没有身交嘛 你身上没有法位 你哪来未来可以 你未来哪里可以 可以亲近佛法 可以见到佛法 没有办法 你未来的 你未来的因缘 是从这一世所造的来的 你现在没有种花 未来哪会有蜜蜂跟蝴蝶来 你现在那个垃圾不清楚 你天天念咒叫那个蜡蚂蚁 老鼠跑掉 没办法 你现在不改变你的烦恼 不改变你不好的习气 不停止造作你的恶业 天天念咒 让那个恶业不来 那个苦不产生 就好像你天天在那边丢垃圾 然后去祈祷 像佛祈祷 天天念咒 做老鼠做蟑螂 做蚂蚁 没办法 你只要把它改变 种上花 你也不用天天 天天祈祷 蜜蜂来蝴蝶来 让这里变漂亮 不用 你好好不容易地花 种到花开 它自然会吸引过来 你好好修学佛法 你身上有法味 叫做香光庄严 你走到哪里 你走到哪里 所有的 就算你一朵花开在那里 能闻到这朵花气味的 能看到这朵花的 都会被你吸引过来 它本身 它本身就是一种能量 学习佛法的人 最大的能量就是两个 智慧跟慈悲 你就站在那里 你不讲话 你单单对一件事情的反应 就可以看出你的智慧跟慈悲 而且那个不是勉强来的 不是炸那个柳橙汁 炸那个甘蔗汁硬炸出来的 不是的 那个就好像泉水 慈悲跟智慧 这些源源不断的流露出来 那是一种习惯 那你这个习惯怎么来的 就是你透过佛法的修学 一点一点累积来的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那你要先改变错误的观念 错误的行为 这些行为渐渐渐渐渐改变 要不然它就很难 就好像你丢垃圾的习惯 导致蟑螂蚂蚁 苍蝇 这些又导致你的疾病 导致你不舒服 导致人家不想跟你来往 为什么 动不动就承承心啊 我动不动讲话就惹到你啊 那我怎么知道 我讲什么话才不会惹到你 那我干脆就不要讲话 那遇见你都不讲话 你也会惹到你 我干脆就不要遇见你啊 那个就是什么 那个就是你没有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久了久了你就觉得大家 都误会你 大家都欺负你 不是啊 之前是因为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态度 你的这个原理 也欺负了大家 你好好想这些问题 你如果不改变 垃圾要先清走 然后在垃圾那边种花 你如果垃圾不清走 那么在那边种花 花也长不久 毒死啊 一样啊 你修学佛法 你没有 没有把这一些比较偏差的观念 斜见 借近取见 先去掉 把比较比较 严重的这些偏差行为 杀盗淫妄先去掉 我告诉你 就算你会被花圆经 被法华经 被六百卷的大波勒经 你一样要下三二道 你一样没有法位啊 我告诉你 真的是这样子啊 你看 所以佛法就三件事嘛 所有的一切诸佛 总括佛法 就三句话嘛 哪三句 诸 不是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你看 菩提心 大悲心 那个是大乘的三心 是诸佛教 你看啊 这个我在成佛之道也有讲过了 最开始就诸恶莫作 你看 所以第一点 那么最大的恶就是邪见 因为愚痴导致你 错都不知道哪里有错 因为不知道错在哪里 因为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除掉你这个错误 你就会有一个情形就是一直在犯错 而且你还不知道错在哪里 也不认错 那么这种情形 就会导致什么 痛苦的结果 一直苦又一直埋怨 埋怨上天 埋怨其他的人 叫做怨天游人 都不晓得从自己的自身去检讨 那么 你的世界就是轮回的世界 轮回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苦 你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在受苦 一次又一次的在受苦 因为你一次一次的起烦恼造二月 一次一次的起烦恼造二月 你都没有改过 你也不知道怎么改 从哪里改 用什么方法来改 这个就是苦极灭道 你好好想 你不能够想一次 今天听了 哇 师父讲得真好 对对对对 明天回去了又这样 一样 那是师父讲得对 那已经忘记了 当下听都很感动 回去就什么都忘了 所以要怎么样 要深刻 要如理思维 要常常想 常常讲 要发愿 非常深刻的愿 我要做到 不然很容易就 要不是果足不全 我愿意这样做 我没办法 要不然就是做一做做 因为要改变是很辛苦的 憨山大师说 改变修行就是改变习气而已 八个字 两句话 守者转身 然后呢 身者转手 我们先把这个写 我每次都讲一讲都忘记写 诸恶莫作 就说三这句话 众善奉行 你看起来很简单嘛 谁不会 我到这辈都会念 问题是 你真的去实践了吗 那什么是诸恶 你能够把一切诸恶都莫作吗 我告诉你 现在还不可能 先要分 轻重 那么从杀到淫忘 这一些开始 因为那一些比较严重 如果烦恼的话 从称恨心开始 龙树讲嘛 九十六节中 九十六种烦恼中 称恨心的过患最大 那么这个要先调伏 那你说我也想慈悲啊 就是慈悲不来啊 没有人生下来就是会的 就是要克制 所以烦恼有几个过程嘛 第一个 先控制 我想发作 控制不发作 如果受不了 离开那个劲 不能离心就离劲 我看到他没骂他实在是受不了 那你就不要看到他嘛 你要骂了赶快离开 深呼吸干嘛 房间就是类似像这样 那么你回去 你的房间对着他 对着他的像 那么模拟他在前面一直骂 没关系 不是说这样没关系 而是说 因为你没有别在里面很难过嘛 但是你不要直接伤害他嘛 你骂得很爽嘛 他们久了久了 他就变成一种习惯性 你看到他就是没有错 你也要骂他 为什么 骂习惯了嘛 就变成是这样的 称恨心习惯了很难喔 所以你先回到你房间 对着他一直骂 不是他 就是他的像 就模拟他在前面一直骂 没关系 骂完了自己要检讨 你就是出狗气而已嘛 那你会觉得 我这样骂有意义吗 好好想 你得到了什么 那你这样能教育他吗 好那以后就控制不要骂 控制不要骂 后来就连称恨心都没有 人这个是很长的时间 很长的时间 单单要舍牵他 我告诉你 看人啊 有时候也要好几年 真的 你要调伏称恨心 也看你称恨心的程度 就好像说 那师父要多久 每一个你的房间的脏乱程度不一样 所以你说 那我如果要把房间收拾干净要多久 要看你房间有多脏 还要看你收拾的那个方法跟什么 跟勤劳的那个精进 有的人抹一个桌子这样抹一分钟抹一个嘛 有的人这样抹很快 所以不一定 不一定 但是你只要肯做 见见见见就会熟 那这一点一定要放在心上 这个是最重要的 祝我们做众善奉险自尽其 这两点要先做 所以叫做五戒十善嘛 他就是这样嘛 因为我们的过去身中 你之所以会做人 你一定有这个东西 不然你不会做人 你一定是三二到的嘛 就是说你善跟二里面 善的比例一定比较大 你才有可能在善到 这好像说 如果这个世间有分三等 一个是平民区 平民区 一个是平民区 一个是富贵的 富贵区 那么你之所以住在平民区 那么一定有他的原源 那么你之所以离开平民区 也有一定有他的原源 那你现在 哪是富贵里面 有所谓的小富 大富 那么这个天人算大富 人算小富 那么你在这一区里面 那么你一定 有一些钱 你的房子 你的车 你才可以支付嘛 那么一样 你之所以做人 你一定有善法 善法 跟恶法 善跟恶 善一业跟恶业 凡夫 凡夫也分三倍九平 凡夫跟圣人他都有分 那凡夫也分三倍九平 六道众生都分三倍九平 人也一样分三等 那么你 你之所以做人 比如说 那么六道众生他主要分做两种 凡夫都是以福报来分的 福报是看你的善恶业的 圣者是以什么来分 智慧 以智慧的层次来分 你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智慧就是断烦恼的人力 你有什么样的智慧 你断多少烦恼 断多少烦恼 断多少烦恼 表示你有什么样的智慧 所以以智慧来分圣者 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出地二地三地 等觉佛 身文辟之无佛 以智慧来分 凡夫是以福报来分的 福报来自于善恶业 那么这个是圣者的境界的 完全清静的 没有烦恼 没有烦恼 但一开始我们也修这个 就是让烦恼减少 烦恼要先经过控制 然后调伏 控制让他不发作 那一开始没办法怎么办 发作之后要忏悔 你不是等啊 等到拜三面水忏的时候 你再来忏 拜梁黄宝忏的时候 你再来忏 那么做水路瓦会的时候 跟着这法师一起念 就一起忏悔 不是的 你随时要警觉 我造什么业 我有哪一些过失 犯了就要忏 随时犯就随时忏 还没犯之前 你就知道这样不对 那个就厉害了 那你犯了之后 能够认错 能够改过 这个也厉害 那问题是 你都不知道你哪里错 你都不知道这样是错 一直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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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你再来求佛原谅 你再来念咒 消灾免难 我告诉你 这个就叫做徒劳无功了 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 你都不晓得你哪里做错 真正的忏悔就两件事 忏跟悔 忏其前前悔不再造 忏就是认错 悔就是改过 不再做 那么你认识了这些东西 你现在的修行就不一样 你修一天 你就增长一天的福报 就消除一天的烦恼 就改变一天的习惯性 不好的习惯性 那么是诸佛教 所以你看 你会做善业 你会成为善道 基本上 那么 我们把六道就分成两类而已 他没有分三类 但是人一样分三等人 天一样分三等天 那么就算地域一样有分三等 大地域 中地域小地域 一样分三等 那么天 刀立天一样分三等 刀立天主 是最大的 天子天人 天子跟天人 是小一等的 是王天那一些底下 同流那一些 又小一点 反正不一样 凡夫是以福报来分 那么福报分善二业 善业跟二业 六道里面 你之所以能够做人 表示你的善业比二业多 而且你没有三二道的业 应该不是说没有三二道的业 我们都有三二道的业 你的三二道业还没成熟 成熟你现在不在这里 你现在一定在三二道 因为业有一个理论 守者先报 就是重者先报 守者先迁 就是你的重业 你已经成熟的重业 他会先报 那么比较重的业 比如说五无间 他一照就成熟 一照就成熟 那么有一些是累积累积累积 他才成熟的 比如说杀生 你如果杀人的话 那个业就比较重 那么杀有恩的人 杀发菩提心的人 杀圣者 这些业都比较重 杀父母 这种业都比较重 一做就成熟 那么其他的人 他就不一定 还要看 如果是动物 还有分 你杀狗杀猫 跟杀蚊子 杀蟑 蟑螂 苍蝇 又不一样 那么但是他会累积 那你说那些小罪 小罪累积多了就变大罪 对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你要理解这个道理 那么 我们刚才讲 就是 该死要改变习气 那凡山大师讲 修行就是改变习气而已 两句话八个字 守者令身 伸者令守 就是熟就是什么 习惯的 习惯骂人 习惯讲风凉话 习惯挖苦人 就像我说小时候 习惯讲三字经 还没开始讲话 就先问候别人的父母 那么这样就是一种习惯不好 那么这些习惯改变 那么守的 我们通常守的都是不好的习惯 当然有些人也有好的习惯 那好的习惯要让他增长 所以什么叫做精进 精进不是你一天念多少佛 念多少经 参加多少法会 一天一夜不睡觉念佛 他也是生精进 但是那个只是生精进而已 真正的精进 事正群 事正群是什么 以生善令真广 未生善令素生 以生恶令素断 未生恶令不生 你看他不就讲这个而已吗 熟者转生生者转熟而已嘛 熟的一般这边是指不好的 以生恶令素断 已经生的恶法 你习惯生气 习惯发不意气 我之前遇到一个居士 他说师父 我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 我说什么习惯 我每次生气起来 都会摔东西 而且摔的 又不是摔枕头摔卫生纸 那个还比较没关系 都要摔电视 摔手机 要摔这些 破坏性比较强 而且损失比较大的 比较过瘾 但是摔完了之后 又要去买 所以 所以 没有 就是 你不摔又很难过 摔的时候很舒服 但是之后又很难过 他说怎么办 我说你不可以控制自己不摔 然后你生气的时候 你不要拿那个好的摔 你拿那个不好的去摔 你说师父 那不好的我又不要 摔起来不过瘾喔 习气很难改啊 不容易改啊 但是你观念 你这个要怎么改呢 那么你坐下来想一想 你那个痛快只是一下子 那你要想想 那么你不要让他到控制不了的时候 不要 你一开始到控制不了 那个还有一段期间 一开始很生气 比如说跟先生在骂 骂到受不了了 才开始摔的嘛 你不是一开始 骂第一句就摔嘛 没有嘛 一定是 我讲你你不听 你讲我我又听不懂 或是不愿意听 然后 讲到不能讲啊 只好用摔来表示抗议嘛 那么你不要在 已经没办法控制住的时候 你不要 你要在什么 在那个讲第一句话 开始 很生气的时候 因为这个过程是这样来的嘛 你要在那个地方就要控制了 就不要再一起讲下去了 你离不了心就离境嘛 这个时候不要讲 直接走出去 烦恼就两个嘛 离心跟离境而已嘛 那么你不能做到百花丛礼过 遍夜不张生 你不能做到境界来 你不动心 那你就离开这个境 离开这个境 不要在那个境上 你看到没办法 那么晚了之后 你不是就没事了 你接下来要好好想 我为什么一直这样的轮回 一直陷在这样的轮回里面 我到底要这个时候 当我生气起来的时候 当我道理讲不通的时候 那么我要怎么做 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个一定要先控制你的烦恼 人是这样的啦 你很生气的在讲你的道理 很大声 指责性批判性的在讲你的道理的时候 人家在意的都不是你讲了什么 而是你现在很生气 我不要惹到你 他在意的都是你现在的生气 他对于你生气讲出来的话 他不会听进去多少 所以你的效果达不到 效果达不到 那我们觉得 这样他才会怎么样 深刻 他是很深刻 他对于你的脾气很深刻 他不是对于你 慎怒之下讲出来的道理很深刻 我告诉你 我们也是这样啊 想想我们也是这样啊 对不对 这个人很大声地冒我冒我 我不会把他讲的话 道理听进去 我只觉得这个人非常生气 我现在忍他忍他 赶快让他念完就好了 是不是这样 一定是这样子的嘛 所以你看佛陀对于很多事情 他都是怎么解决的 那么我们好好去思考 就是怎么改啦 我们要怎么改 我们才能够真正解决 我们面临到的问题 我们面临到的困境 他都是有因有缘的嘛 他是无自信的嘛 他哪有可能不可能改 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到底问题在关键在哪里 到底我是错在哪里 到底要用什么方法你才会懂 到底我要讲什么你才会清醒一点 先让讲话的人清醒 才能让听话的人清醒 因为阴跟远而已嘛 那么这个观念就是修行啊 学习佛法 他不只是 所有的经都要跟你讲这些道理啊 只是你没有好好去想 那么你有没有观察 你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 你在那个平时的观念里面 你有些什么错误 你一直习以为常的错误 错的你不知道错在哪里 知道错了 就是改不过来 那个就是不知道次第 不知道方法 其实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们说经它就是什么 先告诉你 你修行的理论里宗旨嘛 先告诉你 你修行要怎么修 你现在为什么受苦 怎么样才可以不受苦 好 接下来跟你讲 方法是什么 比如说 你要健康长寿 那么首先 你要不杀生 不杀生就健康长寿吗 还没有 你还要什么 持心护生 先断称心 调伏称心 不杀生 不伤生 不害命 那么 又持心 就 救护生命 你要 你要生活不予愧法 富贵尊荣 那么你要 不偷盗 舍心 不偷盗 就是没有 没有这个偷盗的心 那么还要怎么样 还要帮助别人 有不思的心 不欠贪 不偷盗 还要有不思能舍的心 那么这样 你就自然而然 你不用求佛 你不用祈祷 你也不用给人家知道 你不用每天 做了什么善事 烧给观音菩萨 要记得 要不然不要把我的功德 漏掉了 不会 绝对不会 你做的事 不管人家知道不知道 今天你吃了两颗苹果下去 有的有一个人跟你讲 你吃的是两颗把蜡 如果你真的吃了两颗苹果 人家所有的人都说 你吃两颗把蜡 你的肚子里面那两颗苹果 也不会变成两颗把蜡 如果你吃的是 如果你吃的是两颗把蜡 所有的人 都为了祝福你 告诉你 你吃的是两颗苹果 它也不会转成两颗苹果 它也不会转成两颗苹果 甚至有的人 他加持你 告诉你 你其实吃了五颗苹果 它也不会从两颗变成五颗 重点不在 人家知道不知道 重点在你实际上是吃了什么 它就在你的体内产生作用 两颗就两颗的作用 苹果有苹果的作用 香蕉有香蕉的作用 把蜡有把蜡的作用 杀生有杀生的作用 布施有布施的作用 偷盗有偷盗的作用 救护生命有救护生命的作用 问题是你做了些什么 佛知道不知道 没有关系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那是我们来学习佛法最重要的就是 什么是应该做的 什么是不应该做 这是第一点要知道的 所以四种证件 第一个是什么 有善有恶 我还不知道有善有恶 但是 你认为的善 有时候其实是恶的 是不是 你想以前 小时候 我们以为做善是 杀神 杀猪祭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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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有钱啊 觉得是神保佑的 杀更多的猪 你以为是善的 其实是恶的 这个印度也有啊 印度也有 佛头就说出来了 你做这件事 你以为 获得天神的保佑 其实天神不但保佑不了你 你还会因为杀身 而受罪 福无戒指 罪如虚名 你看 所以 首先都是要 纠正你 观念跟行为上的错误 你才可以开始休闲 他就跟你讲嘛 你所得的戒报 你所得的福报 因为他杀身是要祈福的嘛 福无戒指 没有像一颗戒指 戒指很小嘛 像芝麻一样嘛 福没有一颗戒指的大 其实就是没有啦 罪如虚名 这个罪啊 却 好像虚名山一样 一层一层一层 因为什么 罪为什么会大 第一个 你不知道这样是错的 所有的罪里面 邪见的罪最大 为什么 他比忤逆的罪还大 为什么 忤逆罪如果他做了 他知道错 忏悔 他有出来的时候 邪见的罪 这样错了 他不认为错 他就会一直错下去 他没有出来的机会 他一直做 一直错 一直错 又一直做 等到他不做啦 他有哪有一天认知 他这样做是错了 他才有可能 从这个过失里面 过患里面出来 那如果你造了很重的罪 但是你认错了 那么 即使会 罪也很重 但是他很快会出来 这个就是问题所在 所以 八正道第一个是什么 证卷 我为什么这么激动 讲了这么多东西 因为我们现在佛教徒 普遍没有证卷啊 圣言法是说的佛法这么好 知道的人这么少 知道的人这么多 做到的人那么少 做到的人那么多 做到究竟的人那么少 一样的道理啊 所以我们现在难得 遇见佛法 开始一定要认识佛法 那么修持佛法 然后要弘扬佛法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 由于你对佛法的深刻 法就在你的心 今天不管你什么时候 一百岁两百岁离开这个世间 你带走的永远都是你心中的法 你的业 你的法 依你的业去的吗 你这一次依法所造的业 不会丢掉 会跟着你 你这一次对佛法的深刻 不会丢掉 虽然有隔音之谜 但是 这个 不会失去 不会 就是你也许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做 但是你就知道要这样做 那么这个会一直下去 所以 依你的心念 依你的心 依你的业 依你的念 心念 依你的习惯 依你的业 所以 守者转身 守者转身 不是令身 也是一样 令也可以 守者转身 身者转熟 那么身的就是什么 身的就是 善的嘛 不习惯嘛 但其实我们多数的人 多数的人 因为所谓做人 多数都是杂染业 善恶杂染的业 所谓有苦有热嘛 善恶道都是苦嘛 那第一是纯苦嘛 天上是纯热嘛 其实是这样 那么 畜生道跟恶鬼道 是苦多热少嘛 人 人是热多苦少 那天 基本上 那么 都是热 那么 我们是杂染业 那杂染业 就是杂染心 善恶杂染的业 善恶夹杂的心 常常讲嘛 高兴的时候 赞叹别人嘛 那么无名起来的时候 就毁谈别人嘛 一样嘛 好心做一些 坏心做一些嘛 多事都有啦 不止你这样 我也这样 只是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渐渐渐渐渐变便便 好心做的比较多 恶心做的比较少 好话说的比较多 坏话说的比较少 你要完全都说好话 不说坏话 也没那么容易 也没那么容易 但是 说出来的即使是坏话 也不会伤害到人 或是对人的伤害很小 就从这样开始做 慢慢慢慢改 我告诉你 也不用很久了 我常常觉得就是三年一起 三年一起 那你说要三年喔 三年不长耶 从你学活到现在几年 有的都经过三十年了 拜托 你都可以改掉十几个 如果你那个时候就知道这样 你都可以改掉十几个了 就好像你有几个小猪嘛 那你一个小猪存 存钱存钱 你就那时候开始存 你就存十几个小猪啦 一样的道理 一样嘛 就好像累积功德这样嘛 改掉善业这样 改掉 储存善业嘛 改掉恶业嘛 不困难喔 不困难 因为我自己是这样走上来的喔 我是自己拿自己实验过来的 我知道 它也不那么困难 但是就是要恒心啊 要坚定 那中间会有一些挫折 你会做到 你会做到一阵子的时候 会有一些挫折 会有一些困难 好像有人要考验你一样 真的 但是你要坚持 你要坚持 举个例来讲 平常你 比如说你要不思 我发言 只要 只要我有的吃 别人没吃的时候 我一定分给他 假设我只是假设啦 好 那么平常你有福报吗 平常你有福报 你都会多买两个馒头 假设你一天吃一个馒头 那你会买三个 两个分给其他的人 假设啦 那么有一天 那个馒头只剩下一个 你每天都分两个给别人嘛 不思给别人 因为你发愿嘛 做了十天之后 忽然之间 那个馒头只剩下一颗 你要吃一颗才会饱 你要有饱才能工作 可是旁边又有两个人也需要 你分给他也不是 不分给他也不是 不分给他违反你的愿 分给他 你今天可能会饿肚子 做不了工作 会被老板骂 反正类似像这样 这个时候就考验你了 但是你如果坚持你的愿 你还是要分 一个馒头分成三份 至少每一个人都吃一点点 但这个时候就考验你了 就考验你了 通常都会有这种情况 那个时候你如果能够坚持 你看经典里面也有这个啊 比如说你发菩提心是不是 好 他就来考验你嘛 最有名的是舍利佛的例子嘛 是不是 跟他要眼睛嘛 我常看到这个故事 我常常会想 如果是我 我肯定不会给他 你要其他的东西 身外之物都还可以 要我的眼睛 我哪有可能给你 对不对 眼睛挖起来就瞎掉了 当然我们的心没有做到那么大 毕竟我们不是舍利佛嘛 那问题是 这个还不是考验哦 他挖给他之后 他还嫌弃他 认为你骗我 所以我们帮助别人 有时候会给别人 你就是我们很好心给他 结果后来他反而怪我们 害了他 就像舍利佛这样 你说你需要 我的眼睛也只有两颗而已 挖起来是装不回去的 是不是 那你挖起来不要 你还敢要踏在地上 说我骗你 你看他那个心遭受多大的打击 就退菩提心了 我不用挖眼睛 我只要我帮助你 你会反过来认为 我太吝啬了 只帮助你那么少 我以后就不给你了 这个境界不一样 我们会这样啊 对不对 我帮助你那么多 结果哪一天 我们说 生米恩斗米酬就是这样啊 你给他一生米 他很感激你哦 他在饿的时候 你给他一碗饭吃 他很感激你哦 你天天给他一碗饭吃 哪一天你没有饭给他吃 他就怪你了 我的饭呢 是不是 可是 这个时候你就会很灰心哦 你就会很灰心 你就以后我不想再帮助人了 错 不是这样 以后更要帮助人 因为帮不帮助人 跟你自己有关系 你在累积你自己的福报嘛 是不是 不是 所以你只是说 哎呀 总是会遇见这种人 总是会的啊 佛陀也不会 跟众生说法的时候 众生骂他 以后不渡人了 没有啊 对不对 更加的渡化 那些可渡的人 没有渡 不能渡的 没有缘 先跟他们结善缘 只是这样而已 我们也是啊 帮助的人 反过来 反过来 伤害你的时候 我们也不起承认心 只是知道 我们跟他没有善缘 要不是他没有善根 没有善根他没有办法起善心嘛 要不是他没有善根 就是我们跟他之间没有善缘 要不就是 我们没有善巧方便 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你没有善巧方便 你渡不了他 他不是一这样得度的 那就算有 但是他本身没有善根 没有办法 那么有善根 他可以得度 你也有善巧方便 但是你跟他之间没有善缘 也没办法 佛都没办法 佛都没办法 佛后来帮不了提伯达多 就是提伯达多要 要堕地狱之前断善根 佛陀有讲 假设提伯达多 现在还有一丝丝的善根 我都可以帮得到他 后来他起邪见 后来他起大邪见 认为根本就没有因果 佛陀帮不了他 佛陀跟阿难讲 假设提伯达多 现在还有一丝丝的善根 我都可以启发他 我还可以帮得到他 现在他断善根 我帮不了他 他度不了陈东老母 陈东老母有善根 他应该得度啊 可是佛陀怎么度他 都没有办法帮到他 仔细看 他跟陈东老母没有善缘 谁跟他有 阿难 佛陀放光给他看 他都不要看 他看见 远远看见佛陀来 他就把门关起来 不让佛陀进来 佛陀用神通进去 他就把眼睛闭起来 不要看 你看 不是没善根 他有善根 佛陀是观察他 这个善女人应该得度 要去度他 所以 去了之后 却发现这种情形 他在观察 我跟他之间没有善缘 阿难跟他有 所以他就派阿难去 阿难远远的从那边走过来 他在门口看见阿难 远远的就跑过去迎接阿难 阿难就为他说法 所以就说 他就正阿罗汉了 你看 这个就是什么 没有善缘 所以当我们帮助一个人 帮不了他的时候 我们叫化我们的儿子 说服我们的老婆太太 老婆就是太太 先生跟老婆 想要说服我们的父母 没办法的时候 我们要好好想 我们第一个 第一个他有没有善根 没有要先跟他种善根 不是这样讲究人可以的 要先让他 比如说他跟佛教之间没有善缘 你一直跟他讲佛法 他听不进去 没办法 要先让他在佛教中 种一些善业 善巧方便 比如说我要去听经 你现在有空可不可以载我去 他成就你听经永远 他就跟佛法先结了一个缘 那刚好 敬觉院要做什么 你可不可以帮忙出一百块 反正像这样 不多 就少少的让他先在这里结一点善缘 在佛法中造一点善业 你在佛法中造的业 就是在佛法中结的缘 善缘啊 善业就是善业 恶业就是恶业 你毁谤佛法未来 你在听闻佛法理解上 就会很多障碍 你在亲近佛法上就会很多障碍 你赞叹佛法 护持佛法 你以后 在佛法上面就少障碍 有很多助力 所以你的恶业形成你的阻力 你的善业又形成你的助力 那么你了解了这种情形 你就不会对于 我为什么这样帮他 他为什么这样对我 第一个是他善根的问题 他本身善业不多 那个田很瓶颈 你用很肥料加很多进去 也没有马上可以改造的 第二个就是方法对不对 善缘 彼此之间有没有善缘 那你跟他说的 是不是够善巧方便 那么你这样理解了之后 你在这个佛法上 在对这一些 因为你要知道方法 知道次第嘛 知道原理嘛 这一些一定要先清楚 那么我们自己修行也是这样 为什么我修这么久了 我修成这样 为什么人家修没有很久 他就修成那样 差别在哪里 一个是过去生累积的不一样 一个是现在生用功的不一样 第三个是你用功的方法不一样 那么你聊 这是很多东西你都要去了解 那你才会知道 一般人讲的 白白十八岁 带给他这么多 那为什么 那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我们讲了这么多 其实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你要深刻的思维 我的深口意里面 我现在的佛法的观念 我习以为常佛法的修行 是不是正确 如果不正确 那要怎么样才是正确 那这一点其实是很重要的 那守者转身 身者转手 我们人身 我们人都是杂染业 那杂染业就是由杂染心来的 心生种种法生 心灭种种法灭 那么从这个地方下手 那么其实不那么困难 所以以身恶 未身恶 恋不生 以身善 那刚才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 比如你来讲 你有布施的习惯 你有帮助别人的习惯 你帮助了很多人 结果那些人都不感恩你 你很容易产生一个退转 以后我不再帮助人 以身善 你没有让他争管 所以你要做更多 而不是另数段 你看 这个是我看到很多人的情形 都是这样 他本来很欢喜做很多善事 那本来在佛教里面很发心 后来也许在佛教里面遇到挫折 然后也许遇到伤害 从此不再接近佛教 从此不再学佛 从此不帮助人 以身善令数段 不对 你要改变方法而已 这个道场不行 你就其他的道场 或是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不是这个道场不行 是你的观念不行 那么你很好想这些问题 以身善 你难得培养这个善法培养那么久 你绝对 假设这是一个善法 比如说你很大方 你都不跟人家记仇 你很会帮助别人 有很多人其实 你会做人一定是 你本身有很多良好的习惯 善业 不然你不可能做人 就算你是从三二道来的 那个二业进了 带有一些不好的机器 那也是因为 你的善业 才可以让你从三二道上来做人 很多的三二道 一直在三二道里面 你为什么可以从三二道上来做人 表示你的善业成熟了 所以你要好好保护你的善业 甚至保护你的善业大过于 你家的黄金财产土地 因为这些黄金财产在你死后 他就没有了 可是你这个善业一直保护着 他就一直为你所拥有 你如果有善业你就有福报 你走到哪里福报就会涌现 七宝佛达从地涌出 他自然而然会有 你如果有福报 你如果有福报 你到哪里福报就跟到哪里 如影随形 那个钱是来追你的 不是你去追钱的 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保护你的福报 保护你的善业 因为它是福报的根源 那么我们的人 每一个人都有 其实你好好发现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善良的一面 有的人比较能舍 有的人比较能忍耐 有的人比较慈戒 就是他对于这一些不好的他很坚持 有的人 比较能够原谅别人 反正很多种 有的人比较会照顾别人 那么在这一些 在这一些善业里面 你要好好的保护 让他不断的增广 而不是遇到挫折 我们叫做半途而废 或是做做做到 已经快成就了 你放弃 功亏一亏 那么这个都是要避免的 所以以身上要令真广 但是我们因为都 都会 所以要发愿 我们都会遇到挫折 都会遇到境界 你不要变成以身上令数段 以身恶令数段 不是以身上 但是这个后来的人 我们都是以身恶令真广 我的烦恼 我的习气就这样啊 我的个性就这样啊 这个就是你已经不好的习惯性啊 那你不认为错 就习惯越来越什么 越坚固 脾气越来越不好 那动不动 动不动就骂人 动不动就苛责人 那么变成习惯了 所以 这一部分修行 你一定要从你自己的内心上 行为上 观念上 先去修正 而不是 天天送这个经 送那个经 这个也是 但是我们说 送这个经是要告诉你这些道理的 所有的经都在告诉你 我现在跟你讲的这些道理 所以 对诸佛所教嘛 是诸佛教嘛 是诸佛所教导的嘛 是诸佛教 是三是诸佛所教导的嘛 他的教法就是讲 总刮来就是三句嘛 那我们先做到这两个嘛 然后也一起做这个嘛 所以你念佛也是这样嘛 念经也是这样嘛 念咒也是这样 那你的心 没有杂染 专注 然后能够由定发会 由会正道 了解佛法 深入佛法 形生菠萝菠萝蜜 那么能够去除根本的错误 断除根本的错误 那么你就能够离一切苦 度一切苦恶 这个时候 你就自在了 你就叫做观自善 那么其实是这样子的 好 那我们来看 现在要来讲这个 刚才要讲的 无所得 一切法必尽空 那么众生会由此生起恐怖 他讲 信空 前面我们有说 字论卷九十六 信空是凡夫人大不畏处 文信空无所有如灵深坑 听到一切法 毕竟空无自信空 如灵深坑 就是会产生很怕害怕 那个底下很深的悬崖 你正在悬崖旁边 那么那个心 文信空无所有 如灵深坑 何以故 为什么呢 一切 一切未得道者 我们说 我们的恐怖的根源是什么 恐怖的根源是什么 就是我见 我爱 通常我们自作为害怕 只有两个原因 一个害怕我会受伤害 害怕 我的眷属 我所爱的人会受伤害 我所爱的东西会受伤害 基本上是这样 来自于我见我爱 通常都是来自于这里 那 我们走在一个旷野里面 也没有人 完全没有人 完全没有人 的地方 为什么会产生害怕 都没有人 也什么都看不见 为什么你会害怕 只有你一个人 你为什么会害怕 因为 什么都没有 不知道从哪里地方忽然跑出 一只狗 一只狮子 还是一个坏人出来 你不知道 未知 这个就是有可能会受伤害 我有可能会受伤害 或是我所爱的人 我的财产 我的妻子 我的车子 有可能会受伤害 我的儿子 类似像这样 会害怕 父母 生病 或是生重病 类似像这样 这个都跟我见我爱有关系 那这个是恐惧的根源 害怕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受伤害 未知 通常这个是恐惧的根源 往前推 他就是什么 我见我爱 其实就是执着 那么何以故 一切未得到者 一切还没有得到 得到是得什么到 得到就是见法了 见缘起了 知道一切法无自信了 那么他见缘起他就什么 断什么 断三劫 三劫是哪三劫 生劫 借进取 主要是生劫 生劫就是我劫 就是还不知道无我 不知道一切法无我 所以他会害怕 那我们 像我们佛教徒 最害怕的是什么 第一个 剁三二道 第二个 再来的时候 遇不见佛法 通常是这样 所以要生到有佛国土的地方去 而那个地方 不会让我剁三二道 所以 无量受卿 就是依着这个 这个心愿里面 教导你怎么修行的 那么 我们通常的 叫做二道位 恐怖里面 又叫做二道位 害怕会剁三二道 那又怕 再来的时候 隔音之谜 不知道 又不知道自己 到底 过去 这一生自己可以知道 但是过去一生 造了什么月我也不知道 也许我过去生三二道的月成熟 那怎么办 会担心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不用担心 因为佛法跟你讲了 二月要成熟才会受爆 你现在好好看着自己 让自己不要再继续造三二道的月 就算你过去三二道的月 已经成熟了 就是将要成熟 他也不会成熟 所以你为什么往生到极乐世界去 不会剁三二道 是阿弥陀佛加持你的吗 不是 是因为你去到那里 二六十中念佛念法念生 你都没有造作三二道的因缘 你都没有那家 就算要百分之百才会成熟的话 你现在是百分之九十九 那一滴水都没有加进去 念那个百分之一都加不进去 他就是不会成熟 所以他才不会到三二道而已阿 你如果从现在学佛开始 你能够持五戒行止善 除非你三二道的月已经成熟 要不然你也不会剁三二道 那你说那下辈子来我都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 不会 你保留这个习惯 下辈子会带着你的习惯来 你跟哪里有缘 你就会遇见谁 你跟谁有缘你就会遇见谁 死了下辈子就不再相见 错 只要有缘一定会相见 只要你跟他有缘一定会相见 缘很深的不但相见 而且天天在一起 缘很深的成为邻居 成为同事成为眷属 成为夫妻成为子女 我告诉你 善缘的子女孝顺父母 父母照顾子女 恶缘的父母伤害小孩 小孩无腻父母 善恶前面善缘后面恶缘的 前面很孝顺后面很叛逆 先有恶缘再有善缘的 前面很叛逆 后面很孝顺 前面伤害你很深 后面照顾你很好 反正类似像这样 都来自于你的缘 有缘一定会再见 所以未成佛道 要先怎么样 对啊 广结善缘 要先广结 要不然你未来 你未来有什么障碍 取决于你现在 照什么样的因缘 所以你最重要的 除了要广结善缘之外 还要结最主要的法缘 佛头讲的 你供养婆罗门 你的缘就在婆罗门那里 你的福报就种在 婆罗门那个田上 你供养佛教修学佛法 你的缘就在佛法这里 你心念念都是佛法 使使用佛法的思考 所以我要告诉你们 常常要听闻佛法 而且常常思维佛法 那个心都在思维佛法 那个法的缘就很深 而且你又常常赞叹佛法 常常讲说佛法 那个缘 你跟别人的缘 你跟别人的缘 是先建立在法缘上面的 那么这个都是良好的善缘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这一事你都这样做 你不用担心 你绝对不用担心 你未来到哪里去 佛头讲的 你树枝是往东的 不管发生什么天灾人往 他岛一定先往东边岛 你未来不知道去哪里 但是以你这一次对佛法的护持 对佛法的理解 法源这么深 未来你一定到一个有佛法的地方 而且你看见佛法很容易就理解 真的 像我很多佛法 其实我就是很容易看见 他其实他是这个道理 他也不一定 有些是人家教的 有一些也没有人教我 那么一样 那么你 你常常在法缘才结的生长久 那么你周遭未来 你周遭如果你再来 五十年后一百年后 你周遭的都是善缘 都是你修行的助缘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 来自于你这一生 这一生 你在哪里结缘 跟什么人结缘 结什么缘 一样的道理 那么所以 修学佛法你认识那个道理之后 真的你不会害怕 你无知 不知 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我会怎么样 你才会害怕 你已经知道了 有你现在的 你就知道我未来要怎么样 所以吗 你如果以后 要做一个活得很长寿的人 那么你就多造 不杀生业 护生的业 增长你的慈心就好了 你如果要以后 赚钱很容易 赚的钱不会失去 那你就要做不透盗业 而且还要做不忘与业 那么这个 你如果希望以后 你的家庭很和乐 那么眷属都很美满 父慈 父慈子孝 那么兄弟和睦 你要做不协仪业 要端正 那么这个基本上 你现在什么业 就可以遇见你未来 是什么样的人 完全可以量身打造 真的是这样 这是佛法讲的嘛 你要更长寿 升到天上 也可以 失医得医 失食得食 因为什么 因为别人要医 你就失医 天上是失医得医 失食得食 你想就有 想就有 叫做随心所欲 这个是福报 失食就得食 为什么 因为现在别人虚医 你就失医 别人天气冷 没有衣服 你就不失衣服 虚食失食 你有这个善业 别人饿了 快饿死了 你就不失给他死 因为 在现在这个时候 你虚 人家虚医 你失医 人家虚医食 你失食 未来 你就失医得医 失食得食 很简单 所以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就从你现在 你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现在必须造作什么样的业 很简单啊 我们时间也是这样啊 你想成为音乐家 你二十年后想成为音乐家 你现在就要好好 读音乐啊 你想成为医生 你现在就要读书 读医科的书啊 一样的道理 你想成为运动员 踢足球 你就要开始练足球的技巧啊 你想打篮球 能为篮球员 那你现在开始练啊 一样啊 一样的道理 所以 你自己 要先立愿 我要做什么 我要成为什么 你想成佛 我们讲过来 你想成佛 好 那么现在 最重要的 就是什么 政见 无我的政见 无所得的政见 那这样就能成佛吗 不行 以无所得为方便 还要什么 大悲心 大悲心表现在哪里 六度四色 以无所得的心来行六度四色 这个就是金刚经讲的 不注色而行布施 以无所得的心来布施 这个昨天跟大家讲的 我们在布施要以无所得的心 不要执着 我要得到回馈 我捐给试验 试验要帮我消灾 不是这样子的 我就完完全全是布施 我们像我们也 也很多人不只是 捐试验而已 他也可能捐展望会 像我们也捐过 捐创世 你捐给展望会的时候 展望会是帮助孤儿的 全世界的孤儿的 你有展望会有帮你点灯吗 有帮你消灾吗 没有啊 甚至捐给慈祭的时候 慈祭有帮你点灯消灾吗 也没有啊 你捐给创世 那是救助那个植物人的 他有帮你点灯吗 有些好像有 他们是基督教的 有些你也不要求他们为你消灾啊 是不是 为你诵经啊 为你摆一个冤亲在主牌位啊 没有啊 那你为什么做 纯粹你只是想帮助人 纯粹你只是想帮助人 你要用这种心 在佛教里面造善缘 你不但有法缘 还有善缘 你不但不多恶道 你还可以成佛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再往底下看 所以一切未得到者 我心身着固 我心就是我见了 有我的有我的心 身着 这个是所有的众生都是这样啊 都是我见兼顾了 我们现在都是这种情况 我们现在都是这种情况 但是 只要我们努力 我见会越来越少 就是自私的行为了 只想到自己 只为自己好 凡事付出就要求得回馈 就要自己得到好处 给别人好处 自己就要得到好处 那这样的观念 其实都要去掉 无所得没那么容易 但是也不是做不到 也不是做不到 那所以 渐渐渐渐 其实我们只要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其实 老实说 不用很久 在佛法上来讲 如果你真正用功的话 一般都是齐恬 你就会有 你就会得到一些受用了 那么就是他 你努力了 你努力 不屑的话 念念相续 你就会感受到 那个法喜 真的 你就会得到那种受用 觉得 佛法确实是这样 你会有一种改变 只要我们 努力就可以 相信自己做得到 所以我们讲 你应该做的是什么 你能做的是什么 你想做的是什么 那么这个 你应该做的 你能做的 你想做的 都不离开 菩萨道 不离开善的 不离开正确的 那么不离开八正道 其实不久 不用很久 这一生 我们这一生 来到这个世间 值得了 真的 好 那么我心身着 不畏我心身着固 不畏空法 做事师 他会这样想 就是不如理思维 所以我常常觉得 你怎么想很重要 做事师 这样想 佛教人勤修善行 佛教导我们 努力的 精勤的 修善 终归路无所有 到最后 还是一无所有 无所得嘛 一切法无自信 一切法空 那么我努力做了那么多 跟没有做的人一样 那其实这个是断面 断面的观念 终归路 无所有 就也都没有 一辈子都在修善 最后也没有 一辈子都不修善 最后也没有 那我做个干什么 那你不是讲无所有吗 不是讲一切法都 包括善法恶法 一切都无所得吗 乃至于无自义无得 那么都没有 终归路无所有 所以他害怕的是这个 其实这个是断面 这个是断面 那么这一种 这一种断面 真的会起大恐怖心 会起大恐怖心 这个我也有经验 有时候我上课也会讲到 我就年纪很轻的时候 应该也是十几岁 我记得是读国小 不知道几年纪我忘了 然后我们隔壁的人 有一个 以前我们住台南 那以前只要下大雨 就会淹水 淹水 因为台南也有一些养殖鱼的 那很多的鱼都会跑出来 大家都去抓鱼 以前每年淹水 就是大家都在水里面这样走 然后都淹到那个床那边去 我们那个地方比较低 然后都淹水 那淹水 以前那个水沟很干净 还有螃蟹 还有什么都有 很多鱼都会跑出来 有一次淹大水 我记得是国小不知道几年纪 很小的记忆 不小的几年纪 但是那个印象很深刻 我们那个邻居的有一个伯婆 应该是五十岁左右吧 然后她去抓鱼 她到那个河里去抓鱼 那个水沿很高 那因为全部都是水嘛 道路在哪里河在哪里不知道 她去抓鱼的时候 就钓到河里面去了 她跟两三个人一起去抓 每次淹水 鱼都很多就是了 你走在马路上 鱼都会在那边游来游去 然后她就到那边 那边 到河里那边再更多 她去抓鱼 结果淹死了 那淹死那两个人 找不到她 就跑回来讲 那过了好几天 因为大家都去找嘛 沉到河里面 不知道去哪里 那个淹水水流很大 不然流到哪里去不知道 已经找了两三天找不到 后来三天后找到了 三四天后找到了 那就 他就找到了就 因为还有人在找 找到了就回来报 哎呀找到了找到了 那我那个时候 小孩子而已嘛 就我小不了几年子 然后天都找到了也很好奇 我从小到大没有看过死人 没看过 我们的爷爷是很年轻就来了 所以我也没有扫过木 我们没有木可以扫 没有 我爷爷的爸爸 那个是很小 他就过来这里 所以他们也没有木可以扫 我也没看过死人 从小到大没看过死人 真的 后来听说那个人死了 小孩子好奇嘛 啊就跑啊跑啊跑啊 跟人家那些大人 村里面的人就这样嘛 全部很多人去 我也跑过去看 这一看不得了 看到那个死人 因为那个死了 然后三天 然后嘴角开始扶 扶起水 把他皮肤有一点烂 然后躺在那里 然后旁边那些 他们的太太 儿子啊 哎呀垂胸顿足 哭啊寒啊 然后旁边的人 哦也讲啊 怎样啊 这声音 非常吵杂 那个像啊 那个像给我非常非常的深刻 我回来开始想 因为平常都看得到他的嘛 忽然间躺在那里死掉了 他一动不动 我回去那一天晚上 就没办法睡觉了 我开始想 他死了 死了是怎么一回事 以前没有会想过死是什么嘛 真的小孩子不会想这个的 天天都想着我长大后 我长大后 要怎么样要怎么样 没有想过我死后去哪里 想过我长大要做什么 然后 看见那个人死了 我心里面在想 死是什么 死是什么 什么意思 他都不能动了 他去哪里了 就开始想 因为以前想 死有灵魂嘛 死到底有没有灵魂 如果有灵魂 他去哪里 为什么都不能动 如果没有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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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重点在这里 如果死了之后 断灭嘛 像这种法子也是断灭的法子 如果死了之后 人没有灵魂 死了 唯物论就这样 死了就永远 永远消失在这个世间 世间再没有你的存在 我就开始想 那时候晚上 我就躺在那里 那个印象非常深刻 我死了 我有一天会死嘛 那么我死了 就躺在这里 然后死了之后 我就永远 永远消失在这个世间 越想越恐怖 你想到下地狱都好 永远消失在这个世间 世间再没有你的存在 从此以后 起大恐怖心 真的 我才知道 后来读到佛法 我就知道 这种恐怖心 我以前生过 非常的害怕 因为我还不知道 有没有灵魂 但就直接想死了就 没有灵魂 就永远消失在这个世间 世间再没有你的存在 从此以后 你不再存在这个世间 永远都没有 灰灰烟灭 起大恐怖心 从那一天开始 没有办法睡觉 后来得了脑神经衰落 以前电台不是都有 爆脑神经衰落 要吃什么吃什么的吗 我妈妈就去帮我买药 看了很多也吃不好 我昨天有讲 念心经念好的 然后也有鬼压床的 那这个后来我就念心经 一开始不是念心经 一开始念白衣神奏 那个时代流行白衣神奏 我们很早 那个时代流行白衣神奏 然后念那个白衣神奏 人离人 人离心 一节哉用化为行 念几遍就电 点一个点一个 你也念啊 你不知道啊 就念啊 害怕 然后我就 从此我就看了很多哲学的书 要知道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死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真的 然后看了很多宗教的书 后来我看很多就是这样来的 哲学的宗教的 可兰经 圣经 薄切泛经 我告诉你我都看了 因为我想找到答案啊 到底生命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看来看去看来看 我最早还不是看佛教的 看来看去看来看去 佛教讲的最有道理 最合理 真的 后来就开始 以前的佛教没有这么 没有这样 都是有一点餐 以前佛教的讲经得也不多 然后书也没那么多 那些佛教的杂志 因为我们比较没有接触 那所以 知道的佛法还逝世而非 不过已经开始 在探讨这种 人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以前我说我们家很穷 那我常常会怨天尤人 我常常想的就是 像我这种人怎么会生在这种地方 因为我自我也很聪明的 我读书很厉害 我读书都拿奖状的 而且我大概小学 不知道几年级 四年级五年级 我都看得懂六年级的东西 真的 所以我就觉得 我是那么聪明的人 而且我觉得我的业也很好 我为什么会这种 以前没有业的概念 就是我这么一个好的人 这么一个聪明的人 怎么会生在这种地方受这些苦呢 很不甘愿啊 后来学习的佛法知道 万般皆失业 就是自己造成的 就从检讨自己 反省自己 然后改变自己开始 真的 其实我是这样走过来的 我不是天天在那边诵经念佛 然后佛加持我的 不是的 改变 从行为观念上改变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 那一种部位啊 非常恐怖 断面的恐怖是非常恐怖的 恐怖到没办法睡觉 可是他变成一种习惯 你晚上躺在那里 你就是会想 你告诉他 因为开始会害怕 没办法睡觉 你晚上睡不好 白天又要去上课 然后又精神不好 然后到了晚上又睡不好 那白天又不能睡 那白天哪里可以睡觉 所以 不早多久以后 就开始脑神经衰落 吃药又吃不好 那个不是吃药吃得好 那个不是生理的问题 那个是心理的问题 所以 这种问题 后来 才导致我 一直去 因为那种部位很奇怪 就是躺在那里 你自然会想 你告诉他 不要这样想 不要这样想 他还想 你说不要想 不要想 还是想 真的 就没办法睡觉 就没办法睡觉 那很累了 也没睡好 睡人品质很不好 所以 脑神经衰落 吃药也吃不好 但是 整个月都在那边恐怖当中 部位 一到晚上 躺在那里 你又不能站着睡觉 那个时候 也没有打坐的情况 又不能坐着睡觉 你只能躺着 那躺着 就想到那个人躺在那里 死掉了 死掉了 现在永远看不见了 他就消失在这个世间 这个世间 永远没有他的存在 然后就想到 我现在死了 以后都没有我的存在了 哇 又恐怖心又起来 那种部位心 非常害怕 真的 我有经验 那么 这种部位也是一样 一样的道理 如领深坑 我是亲身经历 真的 那 这种他觉得 我这么努力修行 到最后什么都没有 害怕 害怕 不愿意相信 不愿意相信 一切法 是无自信 那么这个就变成障碍了 但是你断面也是错 因为他想错 不是这样 一切法无自信 并不是没有善恶业 不是啊 无我 不是没有果报啊 不是啊 所以 他说 我们再把这一段讲完就好了 布洛经里面讲 心发意菩萨 这段说完就好了 明天有一天 我们就讲咒语那一篇 大概讲一节也可以 心发意菩萨 五分钟就好了 文是一切法必进空 心则经不 一样 一般人不理解 真的会起恐怖心啊 真的会 我就想到我之前的那个经验 那个恐怖心很厉害 后来就是一直念心经 本来念白衣神之后 后来就一直念心经 念到有境界 念到那个心经 非常熟 一下子就一遍 一下子就一遍 慢慢慢慢 他就 他不会有恐怖心啊 因为他整个都是 整个都是心经 然后这样才转过来 心则经不 文一切法必进空 心则经不 以心发意 这个是 这个是依他的大概的意思来说的 他的经文蛮长的 但是我们就取他的这个 取他里面主要的意思来说 以心发意 心发意菩萨 像我们都叫做 刚发菩提心得 对佛法还不是很理解的 这个就是心发意菩萨 以心发意 我见心腹 一样 不畏厚当无辜 害怕 那么 甚至涅槃也如幻如幻 没有涅槃 无智义无德 那么 无苦即昧道 不畏 厚当无辜 那么 因教 他说怎么样 他说那么 因教心发意菩萨 你应该教导他 就是我们应该这么想 因教心发意菩萨 就是 你是由于 不如理思维产生的 就要由如理思维改过来 其实是这样 心病还要心药医 就好像 那个时候我不为这个 单单吃药吃不好 吃很多种药吃不好 我记得吃了几个月的药 脑神经痠弱的药 吃不好 没有办法好 所以你要如理思维 转过来就可以了 因教心发意者 这么想 若诸法先有 假设 一切法本来有 先有就是他本来有 那么以行道固 现在你修行 以智慧 他便没有 以行道固 应当恐怖 这个时候你说恐怖 还有道理 出自无故 本来就没有 他本来说没有 出自无故 就一开始就没有 不应恐怖 其实就是这样 如果一切法本来有 那你因为你修行 他便没有 那你应当恐怖 他本来就没有 只是因为你虚妄 你虚妄 把他看成是有 所以你就会觉得你失去了 这个你才会恐怖 就好像 这个本来是石头 你把他看成是黄金 结果 那个石头丢掉了 你会觉得黄金丢掉了 就心里面觉得 哎呀我掉了一颗黄金 我掉了一颗黄金 哎呀就一体心里面想 我怎么这么 我怎么这么粗心 我这个黄金要掉了 我这个黄金要丢掉了 现在只是告诉你 丢掉的是石头 不是黄金 那根本就是石头 你就怎么样 你就不会觉得 哎呀 就不会一直真正责怪自己 我有一个经验 类似的经验 在几分钟就好 快点 就是说 我们不是会对统一发票吗 那统一发票曾经有一次 我对了好像差一点就得到 四千块上面那个是多少钱 一万块啊两万块 有一个四千的上面上面还不知道多少的 还有一个奖 五个字 三个字的是两百块嘛 四个字的是一千块嘛 五个字的是四千块 上面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 那我插一号就对到了 那么心里面就 就会觉得很气 就差一号跟差一千号还不是都一样 但是你就觉得 应该是我的 应该是我的 但是我就差那么一点点 就没有了就失去了 好像你得到了又失去了 其实差一号跟差一千号是一样的 对不对 但是那个本来就不是你的 你就觉得 应该是我的 我如果早一点 比如说他如果是去西门买的 我如果找一个 找你他去就好了 就天天在想这件事情 天天在责怪自己 就是有 但是其实 你如果对了 插了五号 你还不会这样想哦 你插一号 你就一直这样想 一直这样想 其实这个就是错误的如理思维 不如理思维 你就会一直责怪自己 一直责怪自己 然后就一直觉得 好像你拥有的失去了 你本来就没有拥有过 你干嘛要一直想 想你失去了 没有中 这个就是 后来就 我又把它想回来就好了 真的 不然就一直觉得 以后再对同一花票的时候 就不会了 没有就是没有 这个钱不干我的嘛 本来就没有嘛 那又不然 又一直一直一直在那边不甘愿 你知道吗 其实人的心就是这样 那这里其实讲的也是这样 就是 你不如理思维 他本来就 一切法本来就无自信 那不自信 并不是说 你修的功德都没有 不是也不是这样 这是断面 那么 今天就想到这里 明天最后一天 我们就要把这个 这个其实也很重要 那么说 般若是大神咒 大明咒 无上咒 那这种观念 其实有一些观念是错误的 就是咒的观念 但是他这么讲 其实在其他 以前的大圣经典里面 都有 因为这个是概念 咒的概念 在印度人是 他不只是咒 后来还有手印 那么这些后来都变成佛法的一部分 但是他原来不是佛法 那我们先回向 好 大家合掌回向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接共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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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共成佛道